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次呢 卡拉的活动呢 我跟妳講 他們平常不辦沒事 他們辦起來就是最瘋狂 最會喝 然後車主最多 你看看 各位看看 Z900RS、Z651RS的區域 一整排 非常帥 然後呢 前面 前面看起來應該就是 一般街車版本Z900啊 然後Z1000啊 都在這個位置 所以他們有稍微分一下區域 弄了一個 非常有日本味道的 鳥居感覺的裝飾 然後呢 旁邊則是攤位 這邊也有非常多攤位 妹子們 好的 拍完大合照了 然後呢 今天我覺得我來主要有個重點 因為台積大會是我們也介紹過非常多次 當然除了今年還是一樣很瘋狂之外 重點是他們這次帶來兩台車 一個是德國兵500 他英文有點難發 我不管 然後呢 另外一台就是大家敲碗已久的4RR 那今天也來到現場 晚會的時候呢 等等他就會公佈這一次他開出來的 台灣最終的售價與銷售資訊 在之前我們現在帶大家來上車一下吧 主要就是他們這顆全新的引擎呢 是拿忍者400那顆擴缸而來 所以這個等於是他們家族史上的第一顆500CC的雙缸引擎 引擎的整體外觀的樣貌跟過去的忍者400是非常非常的雷同 但是因為他的整個規格數據做了改變 做了擴缸之後 他的轉速降低了 導致呢 所以他現在裝上這種 在這種復古車上面也非常的適合 他的引擎行程呢 從過去的51.8mm增加到58.6mm 那大家如果有帶玩車就知道 其實行程變長就會變成比較扭力取向轉速比較低的設定值 那也因為這樣的關係呢 它這邊換算出來的動力值呢來到48P 很有趣喔 它一樣在1萬轉的時候可以爆發48P 所以它看起來還是一個偏高轉的引擎設定 那它的扭力的部分呢 則是在8000轉的時候可以來到3.8公斤米的扭力 車重呢 則是177公斤重的一個裝備重量 當然這種美式巡洋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座高了 它的座高僅有735mm 所以非常非常的低喔 我做給大家看 你看我的雙腳拼踏 然後還有一個斜度 是不是 好 如果你對美式巡洋車有一個憧憬 就是你曾經想要買哈雷 那你又不想要負擔這麼大 那你又喜歡Kawasaki這品牌的話 我個人認為新的這個德國賓 我一直覺得它的英文有點難發啦 我們就不挑戰了 這個德國賓呢 會是一個蠻不錯的選擇 接著呢 我們則是帶大家看今天的主角啦 雖然天已經黑了 還是帶大家看一下 那我想其實網路上已經非常多的介紹了 在包含13N在海外 其實它就已經擁有這台車 所以它的改變可能沒有很大 但我們著重於在台灣引進的版本來跟大家介紹 那其實在海外呢 它最大馬力 我記得是歐規版本還是美規啊 反正它最大馬力這顆引擎可以壓大到70匹 但是據我們所知道 台灣所引進的版本呢 則是在沖壓底下是大概在41匹左右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 在原始設定時是比較低階的版本 但是我先強調一下 它是可以解的 它是可以透過一些手段 讓它還原到接近70匹的動力 所以你不用擔心說你買了之後是40匹的動力而已 是有辦法可以解除最香的 莫過於是這顆四缸的引擎 非常香的並列四缸引擎 399cc 轉速非常高 它的最大馬力值在14500轉 因為今天它全彩的疫情儀表 沒有沒辦法開 所以我們沒辦法大家看 它的轉速非常迷人 所以它拉轉爽度 就跟過去我們對於這種四缸的衝擊 是完全一樣 它不同於忍者失敗 它的規格真的給的非常好 首先你看它前面的部分 它是搭載秀瓦的避震鞋 而且是一個預載可以調整的 這個是SFFBP的版本 前面則是採用前輻射雙疊的設置 這也跟忍者失敗非常不一樣 等級就完全拉開了 注意你看 你再特別帶大家看一下 它連車架都是完全全新開發的 跟忍者失敗也完全不同用 你看它這邊等於是兩根前面引擎的包覆式的鋼管 然後到後面副車台也是兩根引擎包覆式車台 看到後避震的等級看起來更是高了 因為它是一個秀的然後橫置的一個避震器 然後看起來它是不只預載可以調整 它連阻尼都可以調整 在電控部分它也算是給好給碼 不只是動力選擇 然後同時也有DCS系統之外 也有進退檔快拍 但是因為現在我覺得它是排歸版本 所以其實我不確定它最重 它的配置會是怎麼樣 但是現在我們就到時候 大家如果有興趣去軍銷商詢問的結果為主 當然最期待就是它台灣的售價究竟是多少 今天非常趕的趕下來 等一下我們就進到他們的晚宴會場 到時候他們就會公布關於今天所發表 今天所亮相的ZS4R 到底它的最後的價格會是如何 好不好我們本來是預期 就是經銷商傳出來早期是說四字頭 後來又有人說修正說 有可能會到五字頭究竟多少 繼續看下去 去年是在肯定還是前年 今年雖然在意大然後辦的又少 但是還是蠻熱的 哇這裡好熱喔 濕熱濕熱 我們這邊帶大家看一下他們 這邊還是再次提供了一下 他們引進版本的一些規格數據 基本上它就是四缸四百CC 然後倒立式前差是秀瓦的三十七星的 但比較特別的就是看起來我們台灣引進的版本 前面是沒有阻尼可調的 它是有預載可調但是沒有阻尼可調 海外好像有些版本是可以調整 再來後面的部分則是看起來是一樣 電控系統看起來也是一樣 最終馬力他們在今天沒有公布給大家 但是最關鍵的就是價格的部分 各位我們還是提一下德國兵 不然德國兵很可憐 德國兵的售價24年式的32.8萬元 然後24年式23年生產的則是31.8萬元 如果你想要一個可以類似Rebel 500 有一點嬉皮風格的Kawasaki 比較入門的版本騎起來比較沒有壓力 德國兵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最後就是價格的部分 是啊價格的部分建議售價48.8萬元 然後它的如果你買的是 24年式最新的樣式 但是是23年底生產的話 是45.6萬元 各位是不是超殺的 貿易商引進的版本是60幾萬 公司40幾 好如果你買的就是24年生產 也是24年的4樣的話 則是多1萬46.6萬元 我跟你講 我不知道怎麼樣 我不知道它最後的動力 到底最後 在台灣通過法規之後會變成怎樣 但是 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台車已經在海外 已經賣了一陣子 所以我認為 你要解除它的動力限制 應該都不會是太大問題 然後這顆引擎就是一顆 我們知道很有發揮潛力的高轉四缸引擎 迷人的就是這顆引擎 如何解就是看各位 但是不論如何 我建議大家可以趕快去訂身 好不好 40幾萬買到經典四缸 而且在未來月區嚴格的法規之下 我真的覺得可能你要買到這樣子規格的東西 真的會越來越買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台積大會 真的最大的重點 我要去吃飯喝酒了 我們下次見了 拜拜